其實這個金文應該是上禮拜 上禮拜是那個台神的紀念主力 想說不行 這個金文很重要 我要把它挑過 這個金文來到浴山期二十四週 最終已經到最終了 就是已經 這個人在浴山的短片面 橄欖地差不多已經都說了來了 也已經抽籤 好啦 你幫我安好了 也已經抽籤 本土地 雖然還有一些民眾還沒看出去 但是差不多已經到一個段落 有時候也已經年老了 約書雅後來活到一百一十歲 所以在這個時候有時候就說 說雅花是在上帝這樣說 怎麼說 這是我愛的嗎 好 下一頁 他怎麼說 就是說 為淨淨 阿伯拉漢開始說 說伊沙 說鴨骨 說到 莫西怎麼帶他們這些祖先離開的基地 你可以來個地方 阿伯拉漢怎麼帶他們 一比咖南地 這裡都一直說說說說說說說 差不多沒有說了 現在有時候就表示說 來 有過的選項要讓你們來選 有幾個選項 第一 你們現在 是要在 要敬拜什麼 敬拜你們的祖先 在大河那邊的市民嗎 抵禮了尼羅漢那邊的神嗎 還是說 你們要拜現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的 贏無利人 阿伯拉人的市民 阿伯拉人的市民 我跟我的家 又說 我這個時候就想要適合 適合法 預先來讓他們來選項 你們要敬拜什麼的市民 他們都說 這些爹時 一字回答 我們這個時候沒有距離 適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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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這不是這樣說而已 他們還有解釋理由 他说因为这个上帝是 带我和我们的礼祖 对爱奇地老贼的家出来 还有在我们的身上 有害怕的身材 保护我们 在楼里都保护我们 现在也跟阿母女人都关了 他们是有理由的 他们不是画一个口号 他们说我要输逢上帝 揚发上帝 好 因为他比较习惯的上帝 这是这些人对他们心来说的话 但是有时候 失了一个小小的诡计 要让他们再一次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们没有话 你们没法度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你们没法度输逢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上帝 和华本 尤其下面这一句很重要 他是什么 祭邪的上帝 他是圣洁的上帝 他是祭邪的上帝 所以他决断为 你们的贵犯和错误 有时候要让他们签策 如果要适合揚发上帝 揚发上帝的性情 他的性情 他是圣洁的上帝 他是祭邪的上帝 他不会轻易赦免你们的过犯 虽然这么说 八十也是 这件很坚决的说 不会 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 我一定要适合亚发上帝 到这时 尊优斯法德给他理用 现在是怎样 好 就跟他们立约 注意看 他刚才优斯法说的 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 古有圣洁用圣洁 圣洁来描述上帝的神性和他的性情 这个圣洁说在人的身上 不是说人情情 像上帝 无限 他的性情 他的神性 圣洁其实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就是人人 如果说 去往前后 叫做圣洁 就是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 归给上帝 好 他说他是寄邪了上帝 他不需要你的贵犯 跟随后 我们要看一个地方 就是我说寄邪的上帝 这人寄邪的上帝 这个不只是在 约书亚记 这样说 在生命纪 出埃及纪 纳红书 很多地方 古语 说到圣洁 都减掉 他是一个寄邪的上帝 但是这个寄邪的上帝 我们和日本 台译是反正 无用 把上帝 跟他配合 什么意思 无用 把上帝 跟他配合 什么意思 上帝说 我在你的面前 我在你一世人的中间 我在一世人的心来 我无用 把上帝 跟我配合 所以我是什么 唯一的 我是唯一的 所以这个寄邪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翻译 不好的翻译 它真的是翻得不好 不是寄邪 应该要翻成什么 打叉 要把它翻着上 好 帮我按 帮我按一下 应该翻成什么 极度 万度 忌度 所有的英文译本 都直接翻译成什么 jealous 忌邪和忌度有什么 寄邪和忌度有什么 没有 我在想 之前 翻译和合本 那些人 他们绝对知道 这句是在说忌度 但是他怎么翻这寄邪 他是怎么去算带 他要翻这寄邪的上帝 因为你说上帝 是一个忌度的上帝 会怪怪买了 会不会怪怪 去查字典 忌度是什么意思 因为别人贏过自己 所以 心 有那种 万分万度的心态 这个叫忌度 用忌度来描述上帝 会不会怪怪的 而且你知道吗 第四季开始 其实田主稿 他们有从八罪 到后来奠定了七宗罪 Seven Daily Sins 这七个也知道不 这演过电影好几部 哪七个知不知道 好骄傲 你知道 贪婪 色欲 淫欲 忌妒 妒忌 贪食 烈怒跟懒惰 七宗罪里面就有一个是什么 忌度 所以你骂上帝 忌妒是七宗罪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 我们现在在台湾 天主教的圣经 司高本圣经 一样翻成 同样翻成 忌邪的上帝 合合本翻成 一样忌邪的上帝 甚至于 我们合合本兄弟们 已经修订了 由于是翻成忌邪的上帝 还是不太敢说 上帝是忌妒 对吧 所以上刚刚说 谁敢说 上帝是忌妒的上帝 不过这圣经下的 圣经下 他是忌妒的上帝 所以我们在想什么叫忌妒 除了我们在学校看到的 国语词典 以下的 因为别人贵过自己 所以心存 万度的心态 这些是忌妒的 其实我们这个忌妒 是什么意思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假仇 是不是可以说是忌妒 可以用忌妒来表示 是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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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这时的 虽妒 跟别人 把别的男生讲话 四勇执事就怎么样 吃醋 吃醋了 这个时候就知道 就可以说 这是一个 忌妒的四勇执事 这样 这样 了解我 举例 不要打我 不要怀疑 这个 无用 无用别的相对 匹配他 这是 吃醋的意思 所以 跟我们十界 第一界的意思 一模一模 相对 跟一些人 的十条街 第一条街 是说什么 除了我 那我 不可以有别的相对 所以一些人 如果有别的相对 有别的心明 相对就怎么样 就吃醋 别想人吃醋 就与严重了 对吗 你如果相对吃醋 那个事情就 不太难 所以不要怀疑 在整个屋 是用夫妻的关系 在描述相对 跟一些人的关系 所以你说 你 除了我以外 不能有别的相对 所以 等一些人去拜巴黎 相对说 他们犯奸淫 用夫妻的关系 在描写 怕感应 因为拜白的 市民就是 怕感应的意思 那如果心欲呢 我说旧欲 用婚姻来描写 亚发上帝的一些人 那如果心欲呢 描写什么 都没有印象吗 他说教会是基督的新妇 新妇 这一百当几年的公伙 那就是新娘 新娘 所以 同样 用基督 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也是用夫妻的关系 来描写 所以 我们去俗课这个问题 当他在说 因为相对跟一些人利用 所以当一些人 拜拜的相对的时候 拜拜的行 的时候 相对是什么 极度会假仇 会嫉妒 好 各位先生 如果甲南人 拜巴黎的时候 相对会嫉妒 会不会 就算上帝不高兴 也不是用嫉妒来描述吧 对不对 上帝敢不假仇 加男人去拜巴黎 会假仇吗 不会啊 大家拜妈祖 相对会嫉妒 会不会 不会哦 确定吧 不会哦 所以大家拜妈祖 拜管音 拜管公 拜地巴黎 相对会不会嫉妒 都没有人理我 会不会啦 你说上帝高不高兴 是一回事 我的意思是说 相对会不会 万度嫉妒 会不会吃醋 会吃醋 不会 为什么 对啊 因为这些人 没一定跟上帝有利用 是不是 所以不是用嫉妒 来描述上帝 对这些人的看法 跟这样 我今天要利用这大经文 来对我们 从来 兄弟姐妹的一个提示 我们基督徒 相反的一个错误 就是要跟上帝 圣经上帝的位 本来是要对我们说的位 拿去对什么人说 拿去对非基督徒说 我们上帝和上帝 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 所以拿去要求什么人 非基督徒 这会出问题 这个是会出问题的 我们要搞清楚 上帝他的命令 他的期待 他的愿望 对上是什么人 这个对象如果搞错 就会出问题 譬如说 上帝说 除了我以外 我是独一的真神 上帝说 我是独一的真神 是什么人的独一的真神 所有上帝的辈子 对不对 这句话 很好理解 我对我们 没有信任说 我是你独一的 真 胖 真重复 这样可以理解吗 可不可以 我这样讲 是不是 合一 我是你独一的丈夫 当然吧 可以 这个 我是你独一的丈夫 跑去跟 恩柔讲 恩柔听了以后怎么说 笑的 他会说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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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上帝是他的辈子 他的独一的真神 你说按赞 对不对 你现在跑去跟拜马祖的说 上帝是你的独一真神 他们要说什么 笑的 你们说的 我没说 对我的意思 我们很容易 我们直接把上帝 对我们的要求 上帝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 教师 直接就拿去 不是基督导的人的心中 就放好 就开始跟我们接鼻 你们不行 你这样不行 来 我们请那个 英语 帮我放一段影片 真是不好意思 给你的萤幕出问题 他没办法拉过来 拉过去 好 按下去 安全萤幕 我让你知道一下 这个世界上所有偶像都是家 都不是神 但是都是鬼 鬼都住在这里面 所以你不要碰它 好 如果没有前遇的话 就不要直接放这东西 这里没有好 所以这三十一天 他就说了很多东西 几千七百个 属性 你又被验子 没有 我说 今天早上我一点 到处心话 去赶鬼 有个人 那一两个 是问世纪 那鬼快点来找我 所以我去赶他们 不能知道 这些都是真的 这些都是 偶像 他拿的是电锯 所以你不要再败鬼 那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可可 家人都要败 蛤 家人都要败 最好你不要真的败 我们祷告 今天一天 我感谢赞兵 你恩典 今天要奉耶稣 这个名字叫特偶像 那这孩子们知道说 偶像是虚妄的 是人手雕刻的 但是当败偶像之后 就会把鬼引进到家里面来 学家就没有平安 并祝祝得为你荣耀 后你生日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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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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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锯掉了 然后锯掉了以后 他就跟家的小朋友说 你看吧 他是假的 被我锯断 看到有人来锯我们的十字架 会不会锯得断 会 所以上帝是假的 各位姐妹 我们基督徒为什么 是怎么有这种心态 做法 去对待别人的综合 跟他们的信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认为 上帝是 独一真神 所以 其他的神都是什么 假的 来 这个刚刚看 我们来看 上帝如果是忌邪的上帝 虽然我们知道忌邪不对 是忌妒的 是jealous 但是因为上帝是 忌邪的上帝 我们不能拜 吉他的神明 所以很容易 你就认为 吉他的神是什么 是邪神 因为上帝是什么 是忌邪的上帝 所以我们对 现金的理解 如果不中 我们就直接认为 他们拜的是邪神 如果不想 所有的人都来 敬拜上帝 那个方法 是不是 跑去跟他说 你的神是邪神 然后你们拜的 都是什么 迷信 用这个方法吗 各位什么 是不是 我们不想 吉他信用 宗教的人 可以来相信 上帝 可以来敬拜 牙花上帝 跟亚索基督 夹在那边 我们如果真的 这样阮忙的时候 是不是 我们总体人家 说你们拜的是邪神 你们这都迷信 那是这样来做 不过 我如果现在 在我们古典教会 拿一尊 观世音出来摆 你们应该怎么样 蛤 蛤 蛤 就好丁世 这没同样的意思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跟上帝 力辱 我现在拿一个 观世音叫你们拜 就拿着头 怎么 订我死 原来你们对我有点意见 各位什么 这个是基督徒群体来面 我们既然跟上帝 利用 我们就不能有 这些事情出现 但是如果你的 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 他们还不是基督徒 你在他们的面前 跟他们所近买的 勾胜 还是任何 他们信仰的代表 象征性的东西 你去把它 把它摧毁 把它固好当 表示说他们这是嫁 只有基督徒所信 就是真 这个是一个好的做法 还是这个是一个好的认知 我们如果真的 愿望这些人都来见拜上帝 要怎么做 是我们这些性上帝的人 我们帮出上帝国 所有的嫁妥观 我们帮出上帝 在我们心中的困点 让其他人看出来 这人是基督徒的人 他们相信上帝 他们跟这个世界 不一样 不是靠那个 去攻击白人 去攻击白人 是嫁 来愿望说 这些人 可以欺负 他们的 欧生 来拜上帝 跟着这 有一次 我在准备这一天 我想到 很久一件 事情 我还在大学生 的时候 我都住在学生团契 里面 有一个牧师 跟牧师女 做会 跟我们住这会 那天 牧师的心情不好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心情做不好 有一个 送包裹 很 粗鲁 公园 做无理 我们的辅导 跟他完结 因为他那天 我知道心情不好 现在完结后 送包裹 说一句话 他说 你们信上帝 都这样 大家都担心 你知道吗 本来想要帮牧师 去吵架的 结果 大家都闭嘴了 虽然那些事 附近的 送包裹 那个人 不是邮局 送包裹 那个人 是非常的 粗鲁 非常的没有礼貌 但是 他的意思是说 他可以看出来说 你是什么信用的人 你应该有什么表现 所以他一句话 我们大家都担心 你们信上帝都这样 虽然是他自己不对 不过他说这句话 我印象很亲爱 我的辅导也很不舒服 是吗 很疲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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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 当我们说 我们信用的法上帝 我们敬拜上帝 是不是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为 要有不同的表现 我们现在看到 基督导 世界在外面 巨人家的偶像 其实呈现 你信的上帝 是什么样的上帝 各位听说这 你看到 阿耶什那些人 四个的台人 也是拆除偶像 你认为 人所信的阿拉 是什么样的阿拉 虽然人所信的 不是真正的 不是真正 传统伊斯兰教的信仰 我要说的是 各位听说这 我们所信的上帝的火线 就华在我们的生活来面了 就是我们基督导 怎么表现 其实就是在表现 我们所信的上帝 有什么样的性情 什么样的贴族 我们在社会 四个 阿拉 我们在社会 要剥夺 把人应有的权利 我们所信的上帝 是什么样的上帝 我们在社会 为了要维护 我们自己的利益 要维护我们的生活模式 去拒绝别人 跟你有同样的管理 或是去厚别人 去真处的管理的时候 说成这样 我们在辩命 我们在信的上帝 是什么样的上帝 我们华在这个 所在的台湾社会 不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是有座座 跟不一样的信用的人 跟人聚去做会 我们如果能尊重他们的宗教 我们如果能尊重这个文化 我们如果能尊重这些人 跟他们所信 其实我们就宣明 我们所信的上帝 他是保佑的 他是多元的 他是宽容的 我们如果为了说 我所信的 我们真的所信的上帝 是独一的精神 創造体制的主宰 然后 世家去破坏 把人的信用 宗教 看清他们的文化 其实我们是仅仅表明 我们所信的上帝 是什么 什么 鸡丫头 是吗 鸡丫头 鸡丫头 因为这个信用 所表现出来的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这种的障碍 和小气 和小度量 这样而已 不过 我要提醒的是 当我们是在圣经里面 看亚索基督的做法 我们是圣经里面 要看 如何描述这个上帝 我们知道 他鸡丫不是这种 你说 我在说的 焦丫头 丫头的上帝 他有大大的宽容 他有大大的心 贪包容 贪吃辣 尤其这几年以来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社会 其实已经是草名 已经是真败的表现 不过我们基督徒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自己都不晓得 我们还是认为 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 我们爱我们的上帝 然后我们欺负别人 可是这 这是绝对不对的做法 有时候我们这样的做法 我们就认为 我们是在尊业圣经的姿势 但是 各位 这个礼要跟我们说 那是因为我们翻译圣经错误 那是我们认识圣经 没有认识的意思 这个上帝分明就是一个 嫉妒的上帝 他不是一个忌邪的上帝 就算他有这个倾向 无耻在圣经 没有强调在圣经里面 尤其是 这个上帝的表现 他的要求 是 针对 他的背识 针对所有 跟他力欲的背识 说成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 好好地来持守 修条 这是我们跟上帝的力欲 我们不能把他们推到上帝里外 其实我们只是把他们推到上帝里外 最后说一个 那天我跟 很多基督徒的讨论 在说 亚伯拉罕 亚哥 以赛亚哥 乃至于大卫 他都没有设成亚索基督吗 有没有啦 有没有 没有 他们是不是 不过 他们虽然没有设成亚索基督 不过他们是不是 借到亚索基督的部会 地球的 是不是 是不是啦 要有 要有把握吧 因为亚索基督 他定是一个 他的救赦 是给所有的人 对不对 是不是啦 所以虽然 亚伯拉罕 以赛亚哥的大卫 他们这些人 都没有设成亚索基督 但是 在上帝的教会里面 他们可以跟上帝 建立关系 也是借到什么人 耶稣基督 这个道理懂不懂 可以吧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但是对亚索基督 以后 已经知道有 耶稣基督了 是不是 所有人 都要认识 耶稣基督 称呼 耶稣基督的名 才能 地球 是不是 是不是啦 他说不是 你不要害我 被人家骂